大家好 我是王哲媽媽 這位是王哲 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是他媽媽 他是我兒子 為什麼今天要來上這個節目呢 因為今天要宣傳我們的新書 如果終極目標是財務自由 不如一開始就學投資賺錢 請問一下這本書是誰寫的 我本人 你寫的 還有你本人 對齁 請問一下你今年貴根啊 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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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日上算成年了嗎 在民法上還沒 在刑法上成年了 真的喔 可是18歲為什麼會寫書 我覺得很奇怪耶 你覺得很奇怪嗎 對呀18歲的小屁孩 對不起不能說小屁孩 18歲的大 18歲的小孩子 不是應該要乖乖的念書啊 你們高三不是要準備學測嗎 學測考得好就不用準備指考 那如果指考考不好 不是要準備 學測考不好要準備指考 對 那指考考不好就準備明年重考 對不對 那你應該在列書啊 你沒事來寫這本書幹什麼 我要找個藉口 喔 不然我還要準備指考 學測考不爆啦 好 你學測考不爆啦 所以要找個正式來做 嘿嘿嘿 但是不想讀書 那不如就把自己一些想法 跟對理財方面的觀念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喔 可是一個18歲的小孩 高中三年級 剛剛學測結束以後 你有什麼理財的觀念跟大家分享 你年紀那麼小 小朋友不是都一直在念書嗎 欸 幼稚園國小國中高中 對啊 你哪有理財的觀念啊 一般人會覺得 喔18歲什麼都不懂 對 當然我也不覺得自己懂很多 但是 我投資有 差不多六七年 喔 等等等等 欸等一下等一下 六七年感覺像老手 不是新手 不敢說老手 但是會有一些經驗跟想法 可以傳遞給 想要學投資的朋友 如果他很年輕 想要對未來做財務規劃 可以賭 喔真的喔 如果他有一定年紀 想要投資股市 因為去年航海王很紅嘛 對 所以去年非常多人 踏入股票的世界裡 嗯 但是今年又突然崩盤 最近開始崩盤 對 美股翻黑台股跟著往下摔 那很多人只是投資新手 去年那一段可能牢到 但是現在又不知道怎麼辦 喔 欸可是你這樣子講 聽下來你真的是一隻 老鳥 老鳥 不年輕啦 不年輕 年紀雖然很輕 但是在理財的這一塊 其實他真的就是個老手 可是很多人都會覺得很奇怪啊 你為什麼對理財這麼有興趣 18歲的小孩耶 我覺得這個問題要問你 蛤 為什麼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你是怎麼培養出一個投資人的 蛤 你從小分享了什麼觀念 什麼教育 喔 要跟大家分享看看 要跟大家分享喔 欸這個可以講嗎 講啊 我覺得不太好耶 沒關係啊 真的嗎 試試看啊 啊啊啊 會不會等一下那個影片播出去 然後大家來公幹我 頂多剪掉 哈哈哈哈 好啦那我就很誠實的跟大家分享喔 然後 然後 看到這個影片的所有家長們 不要打電話來罵我 不要在下面留言 PK我 也不要來挑戰我 因為 不要當酸民 對對對 然後主要為什麼 我會這樣子教他 因為我 我覺得我是一個白痴媽媽 我不是一個很聰明的媽媽 為什麼 因為我從小功課就不是很好 然後 從幼稚園就翹課了 然後 國小也翹課 然後後面當然不用講啊 一定必翹 沒有 欸我發誓 我講的都是真的 然後為什麼幼稚園就開始翹課 因為 很無聊啊 欸不是 我那無聊是後 是國小以後 然後我幼稚園開始翹課 是我爸爸騎火車 叫啵啵啵啵啵啵 然後載我到幼稚園門口 啊幼稚園的門口 因為跟國小 國小附設幼稚園 在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上學 然後爸爸把我放在門口以後 然後我就往前面走 往校門的方向走 對對對 校門的方向走 然後我就聽到 我爸爸摩托車 啵啵啵啵啵 就離開了 因為他想說他已經送到校門口了嘛 他想說我一定會進去 是的 我進去了 又出來了 我跳他的摩托車的啵啵啵聲音 走了以後 老娘馬上向後轉 只是一個假動作 對 然後我就出去玩了 我才幼稚園 我就出去玩了 然後因為還好 那時候的社會還不錯 很舒服的時代 對啊 可見我多麼不喜歡去幼稚園 其實沒有什麼理由 老師也很好 同學也很好 但是我很害怕 我很害怕一群陌生人 對我那時候六歲來講 欸還是七歲 差不多了 差不多那個年紀 我覺得我很害怕 然後去然後手要動 腳要動 就很不喜歡 體育課喔 對然後就不是體育課 就唱唱跳跳 我最喜歡就是他吃點心的時間 然後對 可是我不願意為了吃點心 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 在那邊待著 所以我就出去玩去看人家種菜 因為我的興趣就是去種菜 對 我就覺得種菜好好玩 他會長大 然後後來國小以後也是這樣 小意我也開始翹 就不斷的翹 然後後來 這樣怎麼講 這樣有點不好意思 沒有關係 跟大家分享 我們就分享 後來我爸媽不知道我翹課 有一天有一個阿公跑去我們家 因為我們家開電器行有店面 他說欸你們家那個阿靈啊 怎麼也不去幫我搭菜 在那裡看我種菜呢 然後我爸媽說哪有可憐 你就可以把他送他去丁面 他說沒有 你一定要菜能看他種菜 他有整天 他有整天 對 都不在學校裡 對 然後後來被他們發現 就抓抓著我 就把我拖去學校 一正獨大 各位 什麼叫拖著走 就是一個小孩說 啊我不要我不要 我不要去上學 我不要吃肯德基 然後我就這樣 我不要去學校 然後他就 我就躺在地上 各位躺在地上 然後兩隻手 他們就這樣給我拖拖 拖醒你知道嗎 各位那對我來講是一個噩夢 所以我當下我就發誓 我以後有小孩 我絕對不會逼著他去學校念書 我會尊重他個人的意願 我會跟他好好溝通 這樣你了解嗎 觀眾了解 我當然了解啊 但是因為我不會逼著小孩 一直去念書 等於說相對的 我不會一直逼著他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從小栽培王子 不要說栽培 其實我什麼也不懂 我不是怎麼念什麼幼保系什麼什麼的 然後學歷也沒有像我們所有的朋友們那麼高 我只是照著老娘自己的方式想怎麼教就怎麼教 因為我覺得齁 我看完很多育兒的課程 我想說靠你講的是一套 做的是一套 做的是一套 根本就是兩回事 理論跟實際是差很多的 執行多麼困難 你以為小孩這樣 你像他往左邊他就會往左邊嗎 不會他一定會往右邊 搞不好還躺下這樣滾了 對 所以我後來發現我要順勢而為 還要幹嘛 就幹嘛 媽媽就配合你 我們來講一下當初是怎麼碰到股票 好好來來來來來 當初是你的朋友介紹你玩股票 沒有喔 其實我二十出頭所以我就有買 也是我同事叫我買 我就買了 我就買了台化 跟那個 哇還要買一家我忘記了 反正後來都賣光光 因為結婚以後需要錢 不知道養小孩那麼貴 所以欸 這看書的這些朋友 真的對你爸爸媽媽 孝順一點點 然後後來賣掉了以後 又隔了十 一二十年以後才又碰到股票 在王者小 小五小六 對 然後那朋友就教我說 阿梅子你要把錢投資在股市啊 我說好啊好啊 那要怎麼弄去銀行開證券戶 但是你知道嗎 我們當年我年輕的時候買股票 是打電話給那個證券行的小姐說 欸我要買什麼 當時還沒電子化 對後來媽媽咧 現在是用手機也直接下單 我怎麼可能會 然後我就帶著我兒子 我想說啊我要銀行開戶啊 我要帶著他一起說啊 就帶著王者一起去 對結果他都搞不懂 我全部搞得懂 對啊 因為那個手機下單APP 其實還不算那麼平易近人 很難耶 因為按鈕很多啊 對啊 比如說我們剛剛買一個股票 你就有好幾種設定 對 什麼全部成交 或者是成交部分股數 對 或者是沒有全部成交 全部放棄這些東西 那我只是買個股票怎麼這麼複雜 那當初我也沒看那麼多 我只是想說買入賣出 幾個單位 什麼工作 對 什麼公司 那當初就覺得 好好玩 什麼好好玩 那很難 你怎麼會看得懂 我只要點個手機 我的錢就會變多了 真的喔 我不用工作了 可是我不會點啊 而且他有加有減啊 然後我就覺得我好複雜 然後他很多那個公司又有代號 我也不曉得那些公司在幹嘛 那些代號是台灣股票的分類 前兩個數字是代表他的產業 後面兩個是他的編號 對 那當初第一張買的是紅樸 對 那當初你也搞不懂 就是聽朋友報名牌 對 那放了多久之後 有賺一點點啊 但是也沒有特別多 嗯 只是這個路一直到國三 我才開了自己的證券戶 因為當初也是會考完 考完高中 那我就想說 喔我幫你買這麼多股票 買了這麼久 我也想要有自己的 嗯 但是現在市面上很多人會覺得 喔沒有20歲不能開戶 其實可以 可以 要雙方的 要監護人 對 就是爸爸媽媽 或者是監護人 去一起開戶 就可以了 對啊 但是我之前去 嗯 股票 國務館 他們那邊的宣導人還說 沒有20歲是不能開戶 我才聽完那個 他的導覽後 我還去問他 我還去跟他說 我未滿20 可是我已經開好幾年 哈哈 其實他也不知道 他只是去背 對啊 背那些文稿 但其實未滿20歲是可以的 對啦 啊其實為什麼我從小 要觀書王者理財的觀念 是因為 唉唷我有一把年紀了 然後我發現很多身邊的朋友 有很多的狀況 大家都很會賺錢 但是 都留不住 對而且很會花錢 而且喔 有很多金錢的陷阱 在不知不覺當中 你的人生就被 就是無形相形的 就被拖垮了 而且拖垮的 不是只有你自己喔 還有你的兄弟姐妹 你的爸爸媽媽 還有你的小孩 各位啊 全家人都栽進去 對啊 那很恐怖耶 所以我認為財商這東西 要從小培養 對 所以我們會寫這本書 就是為了 喔小朋友也可以讀 嗯 當初考完學測 的時候 我要寫這本書 是因為在考學測前半年 嗯 我跟阿布就是你 我們在討論 喔我當初在市面上 買了這麼多股票書 因為國三之後 我有時間可以好好研究 嗯 想讓自己越賺越多啊 對 因為市面上好多人 我有幾年好幾百巴 好幾萬巴 可是股神巴菲特 一年二十巴 我當然就先從他的方法 下去研究 欸巴菲特最有名 當然都是找他 價值投資者 對嘛 當然 投資股票有很多門派 有技術分析 有的是看筹馬 跟法人 對 那現在最經典的當然還是 巴菲特的價值投資 嗯 那這本書裡面的觀念 你基本上也是價值投資 嗯 那當初我們就在討論說 欸市面上這麼多書 怎麼都這麼複雜 對啊 因為報告 因為連我也看不懂 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專業 但是對到金融這一方面 或者是領財這一方面 財務管理這一方面 報告我今年五十歲 我還是不懂 為什麼 因為隔行無隔山啊 這就很像前一陣子的流行的金融文盲 有時候你看你報紙打開 欸前面都看得懂 翻到金融版 就想哭你知道嗎 全部看不懂 我覺得我是白癡嗎 不是啊 從頭到尾都是專有名詞 對太難了 所以我們的人生 什麼都可以不懂 但是錢一定要懂 對 像打開金融版 你會看到什麼金管會啊 或者是美國要升息 調升利率 嗯 那些有的沒的 對 甚至買股票有些什麼殖利率 嗯 根本看不懂啊 都是專有名詞 對啊 所以我剛開始在學 我在那個讀書 我覺得好恐怖 我都看不懂 我那時候名就已經國三多了 然後我居然完全看不懂 欸什麼你國三我五十都看不懂 對 所以很多人沒有接受過理財教育 或者是正式的財經教育 對 然後發現那些報紙都是中文 但是都讀不懂 對啊 好可憐啊 所以我那時候就專程跑到書籍去 想要買一些好的書給網者看 因為我覺得財商齁 現在就開始學 從小越小越年輕開始學越好 因為這是一輩子的事情啊 結果只有找到一種特別難 就是我剛剛提的那些 什麼Beta值 Delta值 全部都寫進去 都是專有名詞 那種很專業的書 我也看不懂 還有另外一種 給幼稚園讀的 對 那要給我們這種 想要開始學股票 想要踏出第一步的朋友們 對 很少 當然有少數一兩本 但是可能就是 觀念 財富思維 但是沒有講到實戰操作 那我這本書就是把 致富思維 有錢人腦袋裡在想什麼 跟我在股票到底要怎麼 確切去執行策略都寫進去 哇 我直接二合一 因為我在市面上沒看到啊 有的書是寫給青少年的 很少 但是也沒有實戰策略 讀完了我就覺得 喔有錢人是這樣想 然後呢 我要怎麼踏出下一步去做投資 不知道 很難的 因為他爸爸媽媽在這方面也是個文盲 所以我都一直鼓勵我的小孩 我每次都會帶他到書局去逛書店 然後你要買什麼自己買 你買你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然後他自己又去上網自學很多喔 結果從小到大 我直接先找投資理才算去 真的 我還沒去過什麼漫畫區 先找現在有什麼新書 對啊 就是鼓勵他往他自己有興趣的方向 而且你看他學了這麼多 你自己的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 投資你要越學越多 越來越往上 當然我現在離專精專業 還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我覺得我已經可以分享一些 比較淺顯易懂的觀念給新手朋友們 不論是他要做分散風險 或者是 或者是投資股票都可以 好 那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要跟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來說一下喔 來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如果終極目標是財務自由 不如一開始就學投資賺錢 對啦因為錢跟我們人的一生 絕對脫不了關係 不管你學歷多高 不管你錢賺得多夠多 只要你沒有好的正確的思維 你的錢永遠留不住 像人家說付不過三代 一百年前我的周台什麼人啊 現在我是什麼人啊 差很大你知道嗎 我現在根本不知道你周台是什麼人 我周台在當年應該算等於是 台北市市長的這個缺這麼大 但是付不過三代 啊為什麼會這樣 可能政治也有因素 可是喔 觀念你的頭腦 你在金錢的這一部分 到底有沒有辦法 放出一些好的觀念給你的下一代 或者給你的孩子 或者是給你自己 所以我們就算自己很會理財的家長喔 可能家長自己就是超盤壽 但是你有辦法把錢延續到下一代嗎 有些人就覺得我賺好幾千億啊 我直接給我小朋友不就好了嗎 他也可以好好過一輩子 問題是他的孫子呢 他的下下下下代呢 他一直延下去是不可能啊 你再會賺總有花完了一天 所以有些東西是帶不走 錢會花掉但是知識不會 對沒有錯 所以很多人都一直跟我說 你的兒子王者 你讓他從國小五六年級 就開始進股市去買賣股票 你不怕他會闖破嗎 其實這個問題喔 我也問過我自己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欸 那是錢 那是我賺的 我心情苦苦賺的 我講國語好了 那個是我賺的錢 我就讓一個國小的小朋友 在那裡應該要打籃球踢箭子 或者是打籃球 這個年代沒有人在踢箭 沒有沒有沒有 年代沒有踢箭子 我有啊 我有啊 我還玩沙巴 所以那時候想說 我該讓他去碰我的股市的錢嗎 那是我辛辛苦苦 穿了一輩子的錢 或者是說 我以後老了 刮叉笨 或者是我的退休間 但是我用了一個想法 來說服我自己 因為我覺得 他兩歲多的時候玩什麼 他喜歡玩積木 那我買什麼 買積木啊 對不對 然後後來長大了 喜歡玩乒乓球 那我就買球拍啊 後來喜歡打籃球 就給他買籃球跟 球鞋 球鞋 後來喜歡變魔術 要買道具啊 買普克牌 買普克牌 我就什麼都買 那他喜歡玩股票 我為什麼不給他錢呢 當然我這樣講 我相信很多家長 一定不同意 對啦不認同 因為我會 我會鼓勵他玩 而且我會鼓勵我兒子 我會鼓勵他 你如果不想上學 那你就請個架單 就直接走出校門 沒關係 就跟媽媽講 你只要去那邊告訴我 我鼓勵他去自 自主學習 找一些他有興趣的事情來做 對啊 然而我遇上就是股票 當初國三以後 我就開始研究更多 後來發現哇台股 一次都要買一張 因為領股比較難買賣 對 但是前陣子盤中領股 突然可以了 對 可是三年前那時候還不行 領股還是比較難做買賣的時候 嗯 我就把它 把我的股市的錢 大概在高二高三的時候 我把它轉到美股去 那為什麼我要選美股 不是台股 因為美國的股市的公司 我有聽過喔 台灣的我都很少聽 台灣只知道那幾家 台灣如果你在股市很久 你可能才會聽到 比較多公司的名字 對沒錯 但是你去問路人 這間公司是幹嘛 那間公司是幹嘛 沒有人知道喔 對啊 但是美國的股票呢 跟我們生活都息息相關 來譬如說有哪幾家咧 譬如說來我的手機 來 這隻是什麼 蘋果 蘋果 是Apple對不對 對對 Apple我知道喔 靠一聲的蘋果 那是什麼東西 那是什麼東西 那個真的是蘋果 那個只是他們的名字而已好不好 就是蘋果手機啦 大家都有知道 代號AAPL 對啊對啊 那還有什麼 Nike Nike球鞋我知道 這個我會買給我兒子穿 我自己也會買 那平常我們會喝什麼 星巴克 對咖啡 它是全世界連鎖的 對所以這些公司都圍繞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我們不用再去研究說 對 這家股票是幹嘛 我聽到這個名字 我要去查 看它財務報表 對 看它公司歷年表現 你如果投資的是美股 你很熟悉它在幹嘛 嗯 我聽到蘋果 我聽到特斯拉 我聽到其他的很熟悉的東西 我都知道他們在幹嘛 嗯 而且你不用怕他們倒 對 蘋果你覺得它會倒嗎 就算會倒也不會是最近的事情 可能二三十年後吧也許 嗯 這近十年來說很安全啊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廠牌 哦 欸可是我覺得啊 買美國的股票 會不會拿不回來啊 像因為我對這個不是很懂 你知道嗎 是 但是 拿不回來你要看券商嘛 你如果找到一些很危險的券商 不行了 你如果在台灣 你用台灣的戶頭 你去做付委託 可以買美股 可是缺點是 付委託的手續費很貴 那First Trade 這是其中一個嘛 還有M Trade很多 嗯 這些比較安全 比較大牌的 大家都可以去找 交易商 那每一家都會有他自己的特點 哦 真的喔 原來買美國的股市 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以為很難 你知道嗎 因為我想說我光是買台灣的股票 就已經 欸讓我覺得很頭痛了 那買美國的股票好像比較簡單 因為他們都是大公司啊 像台灣的股票如果要買的話 我還要去研究這家公司是買賣什麼 他是做什麼 然後他的未來通路在哪裡 然後他的賺錢 企業發展 企業發展 他的股力可以每個年配息給我多少 後來王者跟我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 你說什麼美國的 他有一家房地產 他的代號是歐 那他這家很厲害 每年股價都穩定成長 對 以外 他每個月都可以洗 每個月 聽 欸不是聽有啦 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每個月有個人 都丟錢到你的戶桶 你覺得爽不爽 一定爽的嘛 你不用上班 你不用每天遇到一些你不喜歡的老闆 不用遇到一些不喜歡的同事 如果你是在那裡嗯嗯嗯嗯的話 我們就好好存錢 好好來買一支穩定配息的公司 每個月會請 不像台灣是一年才配一次喔 台灣也有一些公司一季配一次 但是幾乎都一年一次了 一季跟每個月聽起來 當然是每個月啊 就像我們女生 每個月該來的就來 他不來你就會很痛苦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好 好 我兒子 突然不知道怎麼摔下去 我兒子被我打敗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 我覺得 投資理財真的很重要 不管你的孩子今年幾歲 你不要以為 他今年是念國小 你不要以為他今年念國中 你不要認為他幼稚園 不要認為他國小 你跟他講這些錢的東西 聽不懂去旁邊啦 大人的事情跟你無關 你錯了 很多觀念就是要從小好好來學習 你看為什麼全世界的猶太人 是最有錢的民主 來這個 猶太人從古至今 都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民主 有一句話是這麼說啦 全世界90%的錢都在美國 哇 美國90%的錢都在猶太人的口袋裡 你看他們多會賺錢 真的喔 那我下輩子要當猶太人 像是前世界首富 別爾蓋茨嗎 他的偶像是洛克菲勒 對 對我知道 石油大亨啊 他太強了 他就是猶太人的一員 那猶太人他們是從小就在培養他們的理財觀念 他們常常就會聊喔 最近金融怎麼樣 最近股票怎麼樣 對啊 甚至世界的經濟會怎麼發展 可是跟小孩講小孩會懂嗎 你不講那他更不會懂 也有道理喔 你如果不去教他 那他到底要什麼時候開始學 長大之後再開始嗎 那提早學不是更好嗎 從小建立正確的觀念 這樣不是更好嗎 對啊對啊 我跟你講我覺得台灣人很缺這一塊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人的教育 都是一直填鴉式的教學 就是把小孩送到學校 學校大門口關起來 小朋友就在裡面上課 其實教的東西都一樣 我覺得那有點像工廠 對對對 你不覺得很像那個人肉工廠嗎 這樣講 會不會 會不會教育部部長找我喝咖啡 我來分享一件事 學校這個制度一開始就是工廠 為什麼 他是為了訓練一批一批制度化 大家腦袋都一樣的工人 對 所以他們才做出學校這樣的形式 所以學校的本質就是打造出一模一樣的人 對啊 這不合理耶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很難發展自己的特色跟方向 那你覺得你爸媽對你的教育跟同學有什麼不一樣 你們比較會讓我自由發展 當然該讀的書我都有讀了 我學測還是很認真在讀喔 我也不是學測前半年討論這個idea就寫 我也是考完學測才開始動筆 對 那寫了差不多半年 就是把我投資這麼多年的一些想法經驗 覺得犯過的錯 新手可能會有一個迷思思維誤區 對 都寫進去做提醒 哇 好棒喔 你同學知道你出書他們的反應是怎麼樣 他們都覺得哇 太扯了吧 你的老師知道你出書他們的反應怎麼樣 我的老師還 我的教授還不知道 剛開學了嗎 你不好意思跟教授說就對了 面試的時候提過啦 不知道他們記不記得 對啦 我是覺得 不要跟全台灣的小朋友 做一樣的事情 也不要跟別人走一樣的路 其實我從他小時候 我都跟他說 啊你要去念書 等一下要月考囉 然後他就說 啊我才不要念 我說好啊不念那是你的事喔 跟我沒關係喔 因為國小 國小的課業很簡單 哈哈哈哈 真的 國小的課業上課認真 嘿 就沒問題啦 對啊對啊 啊國中呢 你也是這樣跟我講 我不要念 我國中在混嘛 哈哈 我國中很混啊 但是後來還是有讀兩個月的書 對 那也不錯啊 那高中呢 高中我很認真啊 高中很認真 但是 是我想讀的 對啊 你們還是不會說 你去讀書 你去怎樣 你們只會叫我去睡覺 對啊對啊 我就說好我去睡 你們上了之後書拿出來 開始讀 啊繼續PK 你的書本就對了 所以我是覺得一直不要 不要一直逼小孩去念書 或者不要一直逼小孩做他 不想做的事情 因為我是媽媽 我有很多媽媽的朋友 他們就是一直逼小孩逼到後來 親子關係不好 甚至有小孩要打媽媽的 甚至喔 有小朋友要自殘的都有 為什麼 因為他的壓力已經大到 小朋友沒有辦法來附和 有的甚至會離家出走 真的很恐怖耶 所以我不希望我當年小時候受的苦 然後延續給我的下一代 最後我們來分享一下好了 這本書 什麼人適合來讀 什麼人 你說 第一個 學生族 因為我自己就是學生啊 我知道學生會有什麼問題 對 首先我們不會有工作 我們不會有主動收入啊 我們要怎麼學習投資 怎麼啟程 對 因為我認識有一些朋友 他們也想學投資啊 可是沒有門路 嗯 甚至不知道怎麼學 沒有錢 錢不夠多嗎 對啊 學生沒有錢怎麼可能會投資呢 這本書裡面會講 喔 學生有什麼自己的投資方法 甚至 你沒有把錢 留到股市裡的時候 你可以先 為自己做哪些準備 那還有一些 我跟妳講 學生一定有錢 因為那個學生的錢喔 只要不要去買電玩的儲值的 儲值卡 他們就有錢了 在適當的配置下 對啦 吃買也是不會有問題 那也不錯不錯不錯 好 但是你要配置得好 你不要全部砸下去 自己沒錢吃飯 對啊對啊 那這本書裡面會講 還有一些人是什麼 理財小白 他們想要學股票 嗯 想要學怎麼投資 對 學有錢人 要怎麼思考 思考的方式 那也很適合來讀 因為這本書我就是專門設計給理財新手的 喔欸很適合我耶 因為我當初就是覺得 哇我現在新手 怎麼市面上的書 專有名詞都這麼多 我都看不懂喔 所以裡面我就用很淺淺益龍的方式 分享給大家自己的投資經驗跟觀念 還有一些一定要知道的知識 那第三個還有是什麼 想要提高收入的社會新鮮人 嗯 因為現在社會新鮮人薪水普遍比較不會那麼高 大概他們說22K啦 大學應屆畢業生的平均標準 我跟你講22K很少耶 對啊就算三四萬 就算十萬齁 對 你要再買個房子也很難吧 真的很難啊 現在房子都很貴啊 尤其台北 嗯 長成什麼樣子 對啊隨隨便便一個公寓 就要一千多萬 而且還是好幾十年 還不是新的 對啊 那還有一些是什麼 月光族 對啊 他可能薪水已經出社會一陣子 好幾年 可能三四十歲 就是薪水其實不少了 一陣子不少了 但他還是月光族 對啊 他不知道要怎麼好好的規劃自己的財物 對 但其實他也不是故意的 可能就是沒有學過 對 從來沒有這方面的相對的財商 對 他想學習但是不知道怎麼下手 所以這本書很適合新手 哇 真的好棒喔 你想要學習投資 想要換個致富的思維 對 都可以來讀這本書 甚至有些老手會犯的錯誤 不是 進股是很多年 嗯 就叫做老手 對 是你能穩定獲利 這才是我們要的 哇 我聽到穩定獲利這四個是我的眼睛都亮起來 你知道嗎 覺得我的人生充滿了光明 對啊 那這本書也會教你 我要怎麼分散風險 這個更重要 對分散風險 這個是投資裡面 不可忽略的一件事 對啊 很多人都說 高風險高報酬 但是 我聽過很多朋友都 在股市上有賠的錢 對啊 從小到大課本都寫 股票高風險高報酬 大家都覺得股票好危險 但是 一樣的工具 不一樣的用法 會打造出不一樣的效果 嗯 所以這本書也會教你 要怎麼樣安全的投資 並且賺到錢 哇 好棒喔 來 歡迎說我們的觀眾朋友 大家來踴躍訂購這一本書喔 來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如果終極目標是財務自由 不如一開始就學投資賺錢 大家謝謝你 我是王哲媽媽 我是王哲 來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